家人们 它终于有 Boss 的影响了 2023 年的版本呢 再也没有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选项了 它全系只有 2.0 的引擎 我身边这辆是 2023 年的 Mazda 3 Liftback 的 Ignite Edition 是不是摔到吊炸呢 那么这辆车现在在 One Utama 进行 Root Show 所以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辆车对比之前的版本呢 它改进了什么东西 现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啦 第二个改进的点就是 这一次2023 年的版本呢 再也没有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选项了 它全系只有 2.0 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62 HP 控制牛力表现是 213 Nm 然后在车内呢 它配备了换挡拨片 然后还有驾驶模式切换 这个动力表现 嗯 中规中矩 不会很强 但是也不差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它没有了 1.5 的自然进气版本 所以这次新车的价钱是从 156,059 块起跳 看起来虽然好像比之前贵 但是因为它是取消了 1.5 的版本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价钱是没有变动的 只是入手门槛呢 比之前的车型高了一点点啦 第二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的内装是有升级的 你可以看到因为它 内装的关系 所以它这边有红色的车封件 然后皮革座椅变成了这个 9 红色的设计 它成功的把这辆车的 Atanus 再提高了一个层次 看起来就是很爽对不对 然后除了这些颜色的改变之外呢 中间的触屏主机也升级到了10.25 寸的荧幕 支援无线的 Apple CarPlay 但是 Android Auto 依旧要用 Wir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大家听了应该会很兴奋的 就是这个 Boss 的音响 家人们它终于有 Boss 的音响了 而且是 12 个扬声器 坐在这辆车里面开长途 听这里喜欢的歌 完全就是最好的享受 由于这个是升级版本 所以空间表现没有太大的差别 除了这个 Leather 变成酒红色 很好看之外 剩下的东西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有小天窗 然后黑色的车顶 然后我的身高是 180 亿 大家就看我乘坐的这个姿势 就看这个空间表现足不足够你使用啦 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一个 这次 Mazda 把这个 i-efficient 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变成了全车系的标准备备 除了 Inmec D1000 以外 像是 High 跟 High Fast 都可以有这个安全备备 而且这个安全备备也做了提升 它包括了 Backage 有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一顶车道 偏移警示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而且这一次主动式定速巡航 还支援了 Stop & Go 的功能 然后除此之外呢 车辆同样的配备这个 车侧盲点侦侧跟刀车盲点侦侧 给你整车最好的安全配备 所以现在这个 Mazda 3 在这个配备的升级下 我觉得它也是很买买的 第四个重点也是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这辆车是整车从日本进口 从广道的工商生产 然后进入到我国市场 所以你买到是 Made in Japan 的车 然后除此之外呢 原厂给予这辆车提供的是 5年的 Quaranty 还有 5 年 Free Service 包括这个引擎油等等等等 都是 Free 的 也就是讲你买到这辆车之后 你除了公车跟打油之外 Service 的费用是免费的 当然除了一些 Wait and Take 例如讲这个轮胎等等 你要自己更换之外 像是车子的日常保养基本上是免费的 所以这样子算下去 这辆车买起来 最抬的点就在这边也是很重要的点 买回去公车打油就好了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2023 Mazda 3 的四个重点 刚才我有询问了 Mazda 人员 这辆车慢点他们会安排这个媒体试驾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之后我们会说一个试驾影片 让大家看看 然后重点是 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你想看这辆车的话 到这个星期天为止呢 你就可以来这个万五达姆 他们在这边有做一个 Root Show 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这辆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车子啦 所以有什么看法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哦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啦 拜拜 这星期遇见